第十八屆宜蘭縣議會 十八號召開大會議室 陳潔霖議員針對傳統領域 質詢宜蘭縣長林聰賢 何時兌現總統蔡英文的轉型正義 11月1號就要劃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根本看不到有任何劃射 傳統領域的一個決定 我們還有5567公頃 沒有拿到所有權 這個怎麼有辦法說是土地正義呢 怎麼有辦法說回應小英 給我們的道歉 把所有的地籍重新做一個盤點跟測量 我們怎麼樣讓原鄉的這種部落生活 能夠得到一個現代化的一個基礎 我想建設處跟民政處要去做 像我們在平地所做的社區總體營造 跟空間的規劃 縣長林聰賢回答 會請原民會配合鄉公所 進行盤點及測量 而議員孫湯議會則提到 葛馬蘭竹人人口登陸 縣付沒有進行宣導 並提到族與教師終點費 遲罰問題嚴重一直都沒有改善 這個經費核發不確定 有的是每個月會收得到 有的是一學期才收得到 民政處這邊統籌 還是要由他們來統籌 然後回饋到教育部門這邊 如果說只是經費核銷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可以內部來解套的 如果可以的話 恳求我們各學校分年齡來上課 真的不行 我們至少要分低中高 可以採取類似客戶 客戶輔導 三位原住民及議員 結提出宜蘭縣政府下的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應該升格為一級單位 賦予全責處理原住民族事務 農業處野館 公務處野館 這個工作報都不相重疊 何況原民所那個小單位 哪有人力及專業去應付這個複雜的工作 將原民局成立一級單位 改為原民局處 我們在內部的人事的編配的調整 雖然我們沒有做大幅度的改組 但是我們也對原民所來做 把增援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縣長回應原住民事務所升格有困難度 計畫以增援的方式調整 但三位原住民議員認為 原住民事務所一日不升格 具體表現宜蘭縣政府 對原住民族事務的漠視態度 接著頭把把號 宜蘭縣議會採訪報導